Magic Box Hello 大家好 我是Casey Have you experienced winter blues recently? 最近大家有沒有感覺到天氣變冷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 winter blues 冬季憂鬱的感覺 那這三天的課程 教了大家要怎麼打擊冬季憂鬱 不知道大家最有感的是哪些呢 今天我們的重點就是這個 winter blues 裡面的 blues 這個字喔 那大家一定知道 blue 它是有藍色的意思嘛 但是在本課課文裡面 它是當作名詞來使用喔 那 blue 當名詞的時候呢 就可以解釋成憂鬱啊 或者是低落 心情不好的意思 那所以在課文裡面說的 winter blues 其實就是指你在冬天的時候 可能因為天氣冷啊 或者是每天又下雨 所以導致你心情不好這樣的感受 那說到這邊大家有沒有好像覺得 在哪裡看過類似的用法呢 像是每個禮拜過完週末 到了星期一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出現這個收假證後群 這也常常會用 Monday blues 來表示你星期一很憂鬱 不想上班不想上課這種感覺喔 那 blue 當名詞的時候呢 都是用複數型的形式來出現的喔 那另外再補充給大家一個片語 就是 have the blues somebody have the blues 意思就是某個人很憂鬱喔 那像是我就可以這麼說 Lindsay has the blues because she broke up with her boyfriend Lindsay她分手了 所以她的心情很不好 那 blue 有時候也可以當形容詞 也一樣可以表示憂鬱的喔 那常常搭配的片語是 feel blue 感到憂鬱 像是呢 I feel blue because the rain doesn't stop 雨下個不停 我感覺好憂鬱喔 那以上這個 blue 表示 憂鬱啊還有心情不好的用法 大家都有學起來了嗎